总统赖清德近期提出了健康台湾的愿景 其中包括成立癌症新药基金 健保署署长石崇良指出 根据财政纪律法 该基金需要有既有收入和国库拨款以外的残缘 酒圈可能是合适的选项 癌症团体对此表示支持 学者专家则通过现行淹税和淹均比例估算 预计一年可为癌药基金带来160亿台币的收入 石崇良表示 民间基金的成立只需要筹集到3000万台币即可 但政府于预算法需先为基金找定位 对于癌药基金来说 唯一的出入是特别收入基金 这需要符合财政纪律法 其需要既有收入和国库拨款以外的来源 他提到根据健保法规定 尚未开征的酒圈可成为新的收入来源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调查 另外认为最可行的基金裁员包括 烟集新兴烟品圈 公害无染相关基金拨补酒圈和糖圈 石崇良认为酒圈较为可行 因为烟圈属于既有收入而糖圈的定义模糊 难以克征 此外 公害污染相关基金的资金量较少 对于开征酒圈 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张文正表示乐观其成 他指出饮酒与肝癌、食道癌 头颈癌等癌症有密切关联 过量饮酒对健康有害 若能通过克征酒圈来减少饮酒量 将是一个好的做法 台湾药品法规学会理事长康兆周指出 我国针对部分酒类采取零关税或低关税政策 红酒和威士忌的消费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过量饮酒对健康不利 开征酒圈虽然可能收入不多 但积少成多 然而 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健保阴含盖的范围 若所有治疗都需纳入 残缘将永远不够 但将大学会计系教授韩信文 根据现行验税和验捐比例估算 预计每年可为基金带来160一台币的收入 他认为除了酒圈外 提高酒税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这不会被视为既有财源 过去成立掌造基金时 也通过提高验税来增加收入 关于酒圈的征收时间 石仲然表示 会先让总统的证件落实 以公务预算执行成立来要新药基金后 再凝聚社会共识 这需要通过立法才能实行 古剑署严害防治组长罗素英也回应指出 若要开征酒圈 法规及社会共识方面需进一步讨论 大家对酒圈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B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